在全民救灾的重要时刻 今天传出了一架台南空情队的直升机 意外在下午3点52分坠毁在一个河谷上 那么飞机上包括了政府机长 还有机工长三个人目前生死未谱 有这个目击者表示 当时听到了轰然一声巨响 看到了飞机断成两截 可能是五栋梁去抓他生 可能是五栋梁 他现在在确认一次 救援直升机传出坠鼓同事们召集联络 同一时间七名搜救队员整装出发 搭另一架飞机到现场救人 出事的就是画面上这一架台南空情队 UH1 HNA502直升机 这是10号参与云林草岭救援任务时的画面 驾驶张顺发当时也正参与任务 没想到11号下午出勤时惊传意外 不知道那个机舱是不是因为碰到那个流轮的线 所以断成两半啊 那个直升机的尾巴我们当场看 就是直升机的尾巴断掉啊 然后就慢慢就盘旋掉到那个山壁 然后再滚到河流 河流就他就被溜走了啊 事发之后张顺帆的家属赶到现场关心 不敢相信发生意外 直升机上午是从台南出发进行空投任务 却在雾台乡的伊拉山谷 传出些冒烟之后撞向山壁 随即坠鼓发出轰然巨像 当时正驾驶张顺发 副驾驶王宗立和机工长黄美智在飞机上 而特搜的队员和护士没有登机 幸运逃过一劫 三名机组员救人无数 却不幸在这一趟出勤任务中发生意外 令人遗憾 这一新闻综合报道